开这座大山呀 你带不走我的 你救不了我的 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 我每天在山里面挖一下山货 说说我就想改变你这样的想法呀 你改变不了的 为什么改变不了 我们都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你怎么改变呢 我是一个人吗 说走就走吗 我可以带着一起走呀 好就当你能带着一起走 我可以一起帮助你们呀 我这么多人 我三个孩子 我还有爸爸妈妈 我弟弟妹妹也在上学 那好那好 那你就当就当是能把我们全部都带走 带走以后呢 带走以后能改变什么 那去那边以后我能干什么 不管你干什么都可以的呀 我都可以支持你的呀 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的呀 我去那边继续挖山货吗 那里有山吗 我你你知道 你你你应该知道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在山里面找这些东西 除了这些事情以外 我其他事情我都做不了 我一没有 都可以去学的嘛 我一没有文化 二没有长相 我能干什么 我可以教你的呀 你对什么有兴趣 我都可以教你呀 等你把我教会了 我觉得我都可以入主了 你别这样说呀 阿子 就当是你 就当是你 你会教我 就当是你会教我 那你教了我 你 就当是你教我好了 就当是你能把我教的会好了 那你的女朋友 会让我再好好 你会让我 会让你好好教我吗 会让我在你身边好好学吗 我不会让他打扰你呗呀 好 你说都是人话吗 你现在你在这么远 你在四川梁山呀 你四川梁山 他都能给你打电话 他都能 他都能 他都说要开车来追你了 他都要年夜 叫司机开车来追你了 你说 你说我 我跑到他面前 你能让他不打扰我 你能把他关起来吗 还是你能把他怎么的 你为了把我接过去 你能把他关起来 他只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也不会 到时候我会跟他好好聊 好好说清楚的呀 说不清楚的 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话 你没有听烦 我自己都说烦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聊这个好吗 我们聊聊其他的呀 我们其他的也没什么好聊 怎么没有好聊的呢 我们没有什么好聊的呢 就好好聊聊天呀 我们既没有以前 也没有以后 是不是 又不像是跟你的 七枚竹马一样 又有童年 又有以前 又有以后 我也想跟你有以后呀 聊的人生这么多 你能不能不要再开这个玩笑了 你 我在认真对待你 没有看得出来吗 我的表情像是 很像是开玩笑吗 你 你 你能跟我有以后 你能跟我有什么以后 你说 你要在大厂里面 跟我在跟我在大厂里面吗 我可以带你走出去 你走 你带我走出去 然后呢 然后干什么 你带我走出去 我能干什么 多说了 这些事情来来回回 反反复复我自己的 我自己都听腻了 我自己都说 说的我头都疼 我自己都 那你以为自己的孩子想一想呀 你孩子是吧 带他走出大山 看看更大的世界 然后他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也都可以帮他 都可以帮助他呀 你有什么要帮助他 你觉得你的 你觉得你 你以什么理由 能够帮助我呢 能够帮到我的孩子呢 是不是 你以什么理由 你的问婚妻会让你帮助我吗 我觉得 我觉得他看见我 他都恨不得 他快要 他都恨不得快把我打死了 他还要 还会让你帮助我 要跟你过日子的人是他 你怎么可能会帮助我呢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遍 你怎么就不听呢 我都说了 他不是我的女朋友 也不是我的未婚妻啊 对 他不是你的女朋友 他不是你的未婚妻 他是你全家认地的 从小青梅竹马 两小福才一起长大的 是要给你 未来给你当老婆的 给你当太太的 给你当夫人的 是吧 没有啊 是吧 这两个人 不用过多的去说 已经 已经是这样子了 我 但是我确实 我 他说的没错 我 我就是这样一个条件 我就是三个孩子他妈 我就是 我就是伦村妇女 我就是想把老婆吃 我没错 我觉得我这次不好好 你不要在意他说的这些话嘛 你看 你是多么好的一个人 是吧 多么善良的一个人 你就像时的这几天 我也知道 你 性格都挺好的 然后 你别走啊 子 你不要跟我了 我这样坐下来跟你好好聊天 没什么好聊的 你别走啊 你跟你要回去了是吧 我 这两天就回去 我说你跟你亲戚回去 对啊 对 我公司那边有点事情处理一下 你迟早是要回去的 但是我也可以带你一起走出去啊 好这些事情你就不要再说了 这些事情 我自己已经说烦了 我自己说的 我头都 头都疼我自己说的 你已经听烦了 是吧 那我们 我们回去吧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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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好聊一会 我们各自回去 各自好好过日子 你看这样行吗 这是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就先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嘛 好吧 行 你要回去了 迟早 反正 你 你别这样了啊 我不想让你伤心的 你这样 我会 心疼的呀 好 你不要再说这些 这些话了 这些让人误会的话 你就是 我已经习惯了 我从 我从很久 反正我已经习惯了 我从十几岁嫁人我到现在 突然都没有人会心疼我 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 以后有我心疼你啊 你不用用这些语言来哄我 知道吗 你不是不用用这些语言来哄我 家人们 大家觉得我该好好的和阿子聊一聊嘛 大家如果说觉得 要跟他好好聊一聊的话 大家扣个一 我真的今天就只是想跟他好好聊一聊 好好聊聊天 阿子 是很好的一个人 我不想伤害他 我也只是想就是 跟他好好聊聊天 然后 好好聊一聊 说一说 阿子 阿子 你走吧 你看 大家都说好好聊一聊嘛 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你别走 你也别走了呀 你女朋友都这么说了 我 我也不想让人误会 说实话 我也不想让人误会 你就别这样了 阿子 你不用管我 我其实他觉得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 我有自知之明的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有道理的 我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没有生气 你也不用替你的女朋友 跟我道歉 道怎么歉之类的 我现在没有替他 那个 我没有替他说话呀 我只是想 为 为我自己 就是 之前的行为 跟你好好聊聊天嘛 好好聊聊 就是 可是我不想让阿子现在这样 你看 大家也知道 阿子 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满脸笑容的 那 比较乐观的 你不用 真的 你不用跟我道歉 我觉得 你女朋友说的都是对的 其实没什么不对 怎么说呢 就是 我们 他说的都是对的 我本身就是这样子一个条件 就是一个农村里的妇女 带着三个孩子 七个小八老 你别这样说 然后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很对的 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们就不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吧 是吧 大家刚才也觉得让我们好好聊一聊嘛 若是大家觉得 就是我们俩坐下来好好聊一聊的话 顾名上面扣个1 我只 你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你女朋友说的真的 我没有生气 那个 那个不是我的女朋友 也不是我的未婚妻 家人们 那个也不是我的前女友 阿宇 你不用这样说话 真的 你不用这样说话 那是 其实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你女朋友说的都是对的 你女朋友都这么说了 那么我也不想让别人误会 是吧 你就 你就早一点回去 嗯 你也不用替他解释 我没有替他解释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觉得无所谓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 因为 因为他说的都是实话 你也不用为他解释 我们 就当 就当我们 就当我们没认识吧 或者是说就当我们只见了第一次面 这样好吗 就大家都挺面一点我觉得 走吧 你 阿子 我明天真的要走吧 我不想走之前 让你这样 你明天真的要走 对啊 家人们 我 我该跟阿子的 阿子好好聊一聊嘛 如果说觉得要好好聊一聊的话 顾名上面扣个G 让他 让阿子看一下 你明天真的要走 对啊 我公司里面有点事情 我现在明天就得要回去一趟 对啊 你 你是一个老板 你 你是一个城市里的人 你实在是要回去的嘛 对吧 对啊 你实在是要回去的 但是 但是我不想走之前 让你这样 我 我不该这样 我不该有情绪 对 对 对不起阿姨 我 我不该也不会 不应该有情绪 我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 我就有点上头 你明天要走了 我们就好好说话吧 好吗 你就好好聊聊天 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天的呀 我 公平 公平上 都是扣译的 你看一下 那个 他跟他说一下 那个真的不是我的前女友 那个是不是你的前女友 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他是你的外公妻 他是你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已经 已经没那么 家人们 是不是他女朋友 是不是已经不重要了 是不是已经不重要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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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他们全家从小认可的人 就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是谁 也不可能是我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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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啥 也没什么 本身就 本身 本身他就说的没没错 我本身就是这样子的嘛 又是三个孩子他妈 然后 又是相巴老 农村妇女 也没有文化 也没有长相 是吧 是 是 谁说的呀 这样子没错 你 你别伤心了呀 阿泽 我 我没有伤心 我也 我有什么好伤心的 我只想跟你 我真的 我没有怎么样 我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 就好好 坐下来 好好去聊聊吧 我真的觉得 其实无所谓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 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 我觉得 你真的 你不用 不用跟我解释 不用 也不用跟我道歉 其实我们 其实说白了 我们也是刚认识 我们也是才认识 我们连朋友都算不上 你觉得呢 怎么不是朋友了 其实我们也是刚刚认识 其实也没有很久 是吧 也 说说说白了 其实我们连朋友都算不上 就当我们 就当我们没认识过吧 这样的 行吗 那 那我们 现在算什么呢 阿姨 啊 就当是朋友 对啊 就当是认识一个朋友 但是 真的朋友 你也不需要跟我解释 这么多 也不需要听你女朋友 跟我解释 对吧 嗯 我真的无所谓 我 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我已经习惯了 这么些年 什么风言风语 什么 什么什么事情 我没经历过呀 我已经习惯了 一个人 说实话 你可能 也能感觉得到 你 可能今天 你也能感觉到我 我脾气比较冲 我脾气不太好 挺好的呀 因为我习惯了 你知道吗 我习惯了自我保护 我习惯了要 我习惯了要保护我的孩子 我习惯了要保护我爸妈 我习惯了 我我忘了我自己温柔是什么样子 我忘了我自己从前是什么样子 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 我们 顶多也算是半个朋友吧 是不是 顶多也算是认识的半个朋友 刚才大家也都说让我坐下来和你好好的聊一聊嘛 其实 就朋友之间正常聊聊天嘛 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也挺好的呀 我知道你女朋友呢 你问好妻呢 肯定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就看你人 身体善良 人品也这么好 说话又是那么的温柔 而且 又是个城里人 长得又这么帅 然后家里 条件也很好 对吧 对吧 你跟我就是一个鲜勉的 比较 比较鲜勉的 鲜勉的 实际行动 我就想拿鲜子走出大山呀 但是我得经过她的统一呀 阿宇 我现在就想跟她聊聊 你我都不是小孩 你我都是大人 虽然我不知道你具体多少岁 但是我看你也 但是应该也不是 反正也不是很小 所以 我们应该都知道 我不是说我想出去就能出去的 我不是说我要出去就能够出去的 也不是说你你想接我走就能 我就能跟你走 或者是你想接我走 你就能接我走的 你就连你在这里 你女朋友昨天都已经打电话这么说 在直播间都骂了我 在那里都骂了我一个小时了 是吧 那如果说我要是再去到你那边的话 我觉得她连打死我的心都有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 她都这么说了 我 我也不想让她误会 说真的 我也不想让她误会 我们 我们也算是半个朋友吧 现在 我们也算是半个朋友 但是你真的不愿意跟我解释这么多 反而我真的很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也挺照顾的 真的 也买了我挺多东西 然后 我知道你这些都是为了照顾我的 为了照顾我 你想让我过得好一点 就是为了照顾我生意 但是 但是真的 已经够了 就算是你想 你想报答那个一犯 一犯之恩 也够了 真的 已经超越了 已经 所以就这样就够了 好吗 但是 阿子 你就没有想过你的孩子吗 我想过呀 你觉得他们 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我知道我这样环境很不好 我也想让他们有更好的环境 对啊 可是我 可是我没有那个本事 我能怎么办 我可以带你出去的呀 不 我可以帮助你们的呀 我觉得人是要肯定是要靠自己的 但是我没有那个本事 我也很自责 我也很心痛 有时候想想看着孩子 看着孩子 大夏天的热的真的 放学回来都热的 脸偷红偷红的 我也很心痛很心痛 但是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能怎么办呢 我就只有这个条件 大家 如果说觉得要带出去的话 公平扣个衣 因为我确实就是想帮助阿子的 家儿们 如果说家儿们觉得 我要带阿子出去的话 公平扣个衣 我得让阿子看见 我才能说服他 你 阿子 你